所以佛法里面的修行 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没有开悟之前 这个难 一旦开悟了 那就容易了 什么东西不要说全会了 你说 我有这么回事情 我来试试看 看看是真的是假的 你试验一辈子 肯定说是假的 为什么 你没放下吧 你试试看吧 没放下吧 换句话 你没有诚意吗 你还有怀疑吗 你怎么能说的效果 这种 慧能大师 他没有失业 他一天 真的一下放下 智慧得向 立刻就先前 那叫真学佛 那是真佛 弟子 所以我们今天 口里说的是 学佛 心里也想学佛 就是放不下 所以功夫 提不起来 永远在原地踏步 算是不错了 怕的是 怕的是借机后退 你不是在原地 你退转了 没有进步 反而退步 同学们 这种状况 很多 要是再不觉悟的话 你到哪一天 才有这一天 那纵然我们讲 佛门里面 无比殊胜的 进度法 真正往生 也要把这些烦恼 吸气 控制住 比较容易的 不是将就断掉 用什么方法控制住呢 用这一句佛号 拿摩阿弥陀佛 我烦恼起现行的时候 马上阿弥陀佛提起来 烦恼放下了 习气放下了 贪嗔痴慢 一些这些习气 念头才生 阿弥陀佛 用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 取而代之 所有的念头 都是忘念 这个要记住 真正修行人 没有什么善念悟念 为什么 悟念 生三窩道 善念 生三善道 出不了六道轮回 我一心一意 要想处理六道轮回 善我两边都放下 那是不是 我善事也不干了 那你多想成就 佛怎么教我们 教我们断我修善 不作断我断我修善的像 这是你真的断 断我 啄断我的像 天天在说 我对我习气改了不少了 这不行的 你还有这个念头 那个念头 习气 你习气还在啊 我今天做多好事了 多少好事了 这个也不行了 负德了不是功德 那是我统统做了好事也不想了 我事也不想了 问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是白痴 白痴是无名 出不了就得了 出不了就得了 随手 我事也不想了 最近有个地方 摇摩 我事也不想了